刚来到家我就数了一下鸽子 为什么数鸽子呢 因为鸽舍里面有一个小鸽子 眼睛得了淡眼伤风 早晨我放出去了 放出去之后呢 等我喂食的时候 它就没有进来 一直在这个平台上徘徊 总感觉到 很严重了 其实不应该放出去的 它也不知道进来了 特别的心痛啊 来到家我就找它没有找到 有可能要丢得多 丢得多了 一开始没有用药的主要原因就是 我认为它会自愈的 因为我性格很少用药 很少用药的 其实它要是走远的话 我感觉是走不远的 还是在这周围 能看到的地方我都看了 没有它的中央 朋友们猜一下在哪个位置 我在这边找也没有找到 隐隐约约 朋友们能看到吗 有一个鸽子的倒影在这玻璃上面 看到没有 它站在在这个屋顶上 就这个位置 隐隐约约看到倒影 先把鸽子放出去 把它晚上要是进来 给它治疗一下 但喂药还是不行的 我对性格不喂药的 出去吧 一说出去特别的积极 都想出去 走吧 这是刚开家的 这两个小家伙还在这边熟悉 已经熟悉的差不多了 过两天也能开家了 这个已经出去能飞上飞下了 我们就等着那个单眼长风的来家了 但是不知道来家我也没有办法 鸽子出去飞 它也跟着走了 不在这个位置了 鸽舌打扫好了 它们也都在上面休息了一会儿了 马上天黑了 叫它们叫眼来吃饭 那边还在飞 这个应该又是那个 眼睛不好的那个 下来 这个是刚开家的那一个 再找一下那个 那个应该不会跟着鸽船飞的 因为它一个眼睛都睁不开了 刚才我在这边 看它落下来一趟了 跑哪去呢 我去 都黑了还在那飞 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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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来 这一只摸下来了 看到这边都是正常的 看到没有 快来来吃饭了吃饭了 从早晨出去就等于一天在外面 他不进来外面的那个鸽子还不敢进 眼睛都睁我开了 进来吧 你看外面的这个 进来了进来了 这只鸽子肯定很难受 一进来就找水喝 我先把水给他拿过来 我没看到他吃食物 因为我这粮食都是控食的 他们不会吃的很饱 如果只要慢一点 他在这里找了一下水再回来再吃 这肯定不行的 就没有了 你看这四样子 抵抗力那么差的 才阴了几天 连这几天阴天 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一般的鸽子要是眼睛不舒服 朋友们观察的时候 看到他身上面 或者是翅膀旁边 有这个水印子 那就是单眼双方 等一下我来给他治一下 我去拿那个土梅素 我只有这个瘦用的土梅素 我也是听哥友们讲的 用这个撒在眼睛上 它自然就好 我还是建议朋友们 用那个绿梅素 眼药水 人用药店 大药房里面都有 现在我没办法 我这边 没有那个 哎呦 一样子就倒成粉 现在把鸽子带过来 给它弄在眼睛上面 朋友们看一下 他这个眼睛已经很厉害了 早晨的时候都蒸不开 他都已经不飞了 直接就别想着飞的事情 我都没想着让他出去 他自己出去的 撒在他的眼睛里面 但愿有用吧 有的朋友问我说 悠悠这个歌病怎么吃 那个歌病怎么吃 其实我对歌病是文化 你看自己的歌词出了问题 还是问歌友 歌友说他用这个土梅素弄在眼上就行了 看撒过之后是这样的 睁眼 睁眼把它湿润一下 眼睛里面全部像毁沫一样的 好了朋友们 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朋友们的支持 记得点赞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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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